Hello 大家好 我是Junius 我是一個玩Tag with Ryan 的一個Pro Gamer 今天我會介紹的遊戲就是Tag with Ryan 絕對 這個遊戲是可以... 我們就要進去App Store 如果你們是用App好機的話 快點快點進去 就要... 就要... 因為你們進來就是Today那樣 你們要快點搜尋 接著就要打Tag with Ryan 就要快點搜尋 接著就會有Tag with Ryan 你們就要取得它 但我自己就已經裝了 所以我直接開啟就可以了 開啟開啟 對啦 那這個呢 其實就不只是 在這個App Store 不只是可以在這個... App Store 才拿到的 才取... 才可以換裝到的 其實就... 也可以在... 如果你們有爸爸媽媽 應該就會有... 你們的手機... 就是... Android 機啦 那你們進Google Play 搜尋Tag with Ryan 都是一樣的 是啦 那... 這個呢... 就... 是啊... 那我現在就介紹一下 一些Buttons 那些Buttons有很多不同的 的... 是啊... 那我講了一些比較簡單 你們是... 絕對要知道啦 但是如果你們... 有些是... 我就沒有講過 但是你們有看到... 新的呢 你們也可以... 自己探索的 是啊... 那... 那... 你們就在... 看到中間應該有個... 有個... Rion 在這裡啦 是啊... 那... 我們先不要理他住 右上角... 有個Settings的鍵 開一開它 如果你們有去過美國 就呢... 要買回Ryan的Toys呢 例如Ryan WorldTrip Toys呢 你們呢... 就可以... 拿回來... 開了... 它又有個... Tag with Ryan的Code 那... 那... 在這個Settings裡呢... 再 Click Help 你要Enter Toy Code 那就可以了 進到... 那... 現在呢... 你們就看到Settings裡面有個... 地球啦 是啊... 也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是啊... 那我自己也做到很遠啦 但是你們... 一開始的時候就要... 就從這個墨西哥開始啦 就是不斷走... 就是我們... 慢慢... 給你們看啦 是啊... 你慢慢走過歐洲啦 再... 再走過... 這個叫非洲啦 那... 就走過澳洲啦 就是... 你來澳洲呢... 那就遠的啦 大家... 你們就... 只需要去到新西蘭呢... 就是... 紐西蘭呢... 就可以了 是啊... 那我再介紹一下 不同的Button's啦 那... 最高那裡... 你們... 正常方啦 那... 就... 你看到有個... 數字啦 那... 其實這就是我自己... 最高的High Score 就是... 17,475啦 是啊... 那... 那... 左上角呢... 你就... 就可以買... 不同的Character啦 但是我自己就暫時... 不要花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要買一輛車 那你想買車就在這裡買啦 是啊... 但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計過呢... 那些車呢... 是... 由300個Pizza... 去到525個Pizza... 那我... 現在... 講到這個題材... Pizza了... Pizza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Pizza呢... 就是一些... 好像... 錢那樣的東西 那呢... 你就用來可以買車啦 買character 不同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Shop 下面呢... 就有Treasure Box啦 那... 有兩隻不同的Treasure啦 就一隻要用三隻Key才行的啦 另外一隻就需要一隻Key就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想問... 你們想... 我們怎樣拿Key呢? 你就可以... quick... 就... 剩下方那裏有些Key... quick... quick... and... add 那就行了啦 但是我自己就不想做住啦 是啊... 那... 還有另外一個途徑可以拿的 就是在你們玩Tag with Ryan那時候... 就... 因為我看到一些Key... 這樣的東西呢... 也可以這樣拿的 是啊... 那... 這裡我們... 還有... 嗯... 這個Treasure 下面還有兩個ButtonS啦 嗯... 有個... 嗯... 杯那個呢... 就是那個獎杯呢... 那個呢... 就是一些Achievements啦 是啊... 接著... 嗯... Achievements... 下面那個... 就是獎杯下面那個呢... 就是Daily Missions 就是我今天就已經做好了啦 是啊... 那... 也可以介紹多一點點啦 嗯... 那...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 是一個Key... 還是Rion的Face呢... 那... 也有不同的東西 那... 這個是我選一個的... 嗯... Key... 那... 有不同的Key... 可以給你們慢慢看一下啦 這個是Red T-Shirt Ryan 轉給你們看一下啦 那...他後面都沒什麼特別的而已 對了... 是啦... 轉回來這裡... OK... 我們轉來另外一個Key... 一層是... SWAT Team Ryan啦... 那... 那... 他就... 你看到他整個Officer... 那樣的... 這個呢... 就是Mexico Ryan啦... 最大... 就是現在暫時... 你看到... 就是... 上面那個... 右上... 右上角那個那個啦... 就是Mexico Ryan啦... 那... 你們在Road Trip的時候... 都可以... 就是在那個... Around the World Trip呢... 都可以拿到的... 對啦... 剛才那個Button就是... 去Around the World Trip啦... 那... 你們至於怎樣... 可以拿到這個Key... 我等一下... 我們玩的時候... 我先再... 仔細講解一下啦... 好不好... 那...我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Key... 是Ghost Pirate Ryan... 都有的... 是啦... 那... 都... 很特別的... 那... 我可以... 我們現在就... 真的... 正式開始玩啦... 那... 我們... 用哪個好先呢... 等我... 先想想... 啊... 我們用... Red T-Shirt Ryan啦... 好嗎... 大家... 他好漂亮喔... 真的... 好... 好可愛喔... 那我們就... Quick Run啦... 最底的那個鈕... 對啦... 那他有一些... 說話啦... 那... 在當中裡面就會有... 不同... 的... 就是... 這個... 不同的... 鼓勵的說話啦... Ryan會跟你說... 對啦... 那... 那... 至於操控方面呢... 如果你們... 想跳呢... 就向上... sweep啦... 向左就向右...sweep... 對... 就... 對啦... 就是... 向右就向右...sweep啦... 絕對... 向左就向左...sweep啦... 例如... 如果你想現在這樣...slide呢... 就要向... 下拉呢... 那就可以了... 都... 對啦... 對啦... 所以都不需要擔心我... 我沒有教你們... 那你們... 就... 其實... 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們的目標... 只需要... 去... 拿不同的東西啦... 喔... 我們... 不小心... 做到這些東西... 不要緊... 其實這個遊戲... 你們要在當中... 拿... treasure box啦...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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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都可以沿著... 他們的trail... 呢... 來捉他們的... 那裡面呢... 也都有不同的... Hard的部分啦... 啦... 例如... 你們有些... 時候要很快手啦... 這些... 都是我... 初期玩的時候... 其中一些的問題... 那... 大家有機會都會遇到的... 那... 那... 也都有一些... 隨時掉下的東西啦... 那... 現在... 我們那些兵呢... 很快地掉下去... 呢... 是啦... 都是其中一件... 東西呢... 你們應該會很難做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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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聽到... 剛才Ranya這些... 鼓勵的雪辣尼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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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那... 有個... 國旗我已經.... 那... 的披薩了 那 你們能夠看到 拿到一些國旗時候 就可以去 像剛才我講的 Around the world trip 那個按鈕 按按鈕 這樣你就看到它 可以看見了 顏色 就會 對啦 那現在呢 我們 我一個地方 我自己都不太清楚 不要緊 我們都會繼續來 對了 現在轉到另一個角色 現在應該看到Mexico Ryan 大家應該都會看到的 現在就會用Mexico Ryan來玩 又可以看看我們能否拿到其他的角色 好嗎? 其實這個Apps的遊戲 其實就沒有限你收集多少個角色 對,人家也有限制 他也有限制你們不拿到多少就要停 他有個角色 他有多少個角色呢? 我自己現在都沒有很多 大概有十個 我現在至少自己就 現在我自己也有計過 其實真的 你看到我現在還在針來針去 所以在這個遊戲裡面 絕對要扮猴子 哈哈 哈哈 那一 現在 噢 我太早跳了 大家 那你們都不能太早跳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們再試一次 用Mexico Ryan 那你可以預先 不先走 對 那通常在Stage 噢 我又太早跳 算了 那通常呢 你們通常 就是我自己通常 錯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通常 輸的地方呢 通常在懸崖的位置 才會輸的 是的 嘩 為什麼他又會不行呢 我還以為他是我的 Lucky Charm OK 不要緊 你也再一次 不行就算了 Mexico Ryan 因為我之前 就拿到其中一個 都比較 第二 的Score 第二 就是 第二 第二 一萬四千的 我用他來 拿他 先拿到這個紀錄 那你們也可以 自己挑戰一下自己 拿一些 新的紀錄 那你們也都要拿一些 這些 的 5 Magnet 去拿他們 的 對 那他裡面 有些不同 教你怎麼玩的 說話的 大家 很特別 因為很少那些遊戲 會有些鼓勵 說話 因為這個是Ryot自己創造的遊戲 所以我都 其實我 如果你們大家有看Ryot的不同的頻道 那我都會知道 他也是 比較正確的人 對 那 我們 已經輸了 那我們轉去下一個 角色 那我們現在 會用的 就是 會用的 combo panda 對 這個我們就會用 就是Ryot catch a combo 那我都 和你們說些些東西 那其實我媽媽 都會在這個頻道 大家應該都會 看到他在這裡玩的 第二 暫時這條片 就不會 下一條片 大家 你們就絕對要看 因為有我媽媽 在這裡玩 因為他要聽過 Ryan 那你們都要不拿這些 的magnet 再一次 再說一次 那你們都要 不要貼近這些 rolling logs 如果你們被他們 弄中 這樣呢 也都會輸的 偶爾是因為 受傷的 例如現在 我又 自己又 不跳得太早 那我又拿了一個pizza 你們 每個都是玩 三次 好不好 大家 好 收取 lot of treasure 好 eat more chest to get more treasure oh…掉了多,combo 原來不是 是自己的寶貝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結束了 下一條影片就有媽媽跟我們一起玩 Tag with Ryan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啦 Bye Bye